前首相兼国盟主席慕尤丁早前指控 巫统主席阿姆扎西曾带着一大碟文件找他 希望他以首相身份干预司法 不过阿姆扎西如今否认这项指控 更放话准备发毒事以便证明自己清白 阿姆扎西在面子书成经 自己从未要求慕尤丁协助摆脱官司 也没有所谓带着一大碟文件游说慕尤丁的事 阿姆扎西强调慕尤丁任相时自己不曾拜访他 更别说要求慕尤丁协助摆脱官司 他写道为了证明事情真相 我愿意也准备单方面发誓 以驳斥慕尤丁对我的恶意指控 所以我要问他是否也愿意和准备这么做 单方面发誓以证明对我的恶意指控 阿姆扎西还说每逢选举季节 类似的诋毁便会出现 而且有增无减 对手无法攻击巫统的候选人时 就会转移焦点攻击巫统的中央领导人 阿姆扎西还唯一 暗闹 阿姆扎西还唯一